我媽媽那時候幫我保險 就是我每次講出來 大家都覺得我在騙人 但是我一個月喔 我的保險費是八萬 這麼高耶 你還這麼年輕 是強迫你廚蓄幹嘛 媽 這個媽 真的 就是再加上房貸 那時候房貸一開始 不用連本 還沒有連本代曆的時候 就是寬限期的時候 對 寬限期一年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是兩萬多吧 我印象中 所以我不吃不喝 我一個月就要十萬 然後我那時候的那段時間 就是每個月零錢了 十萬就先出去了 壓力好大 我那時候就覺得 生活都沒有任何的品質 然後導致後來 有機會把那邊賣掉的時候 我就有長達六七年吧 我就租房子 馬上問李月 李月其實很年輕 你二十三歲買了人生第一間房子 而且是台北市 其實有貴人是提醒你要存錢買房 就是我那舊媽 我以前很不聽話 我買東西的時候 就是比如說看到這個鞋子 好好看喔 包色 還有大氣 真的以前會這樣子 然後比如說各式各樣的公仔玩具 假設我喜歡宮崎駿 我看到宮崎駿的我就買 然後看到原子小金剛航海王 就什麼我都收集 然後導致我那個時候 哇 搬家的時候十一輛貨車 我真的沒有誇張 沒有什麼任何的節目效果 因為他就是叫我比如說兩輛小貨車好了 他會來回幫忙這樣運嘛 然後這樣算完之後 總共是十一輛車次 你東西可以買這麼多 對 然後我搬到第一個 那時候買的房子 那時候客廳就是蠻大的 因為我把其中的一間 就是打掉 原本是三房嘛 打掉之後客廳變很大 然後客廳 比如說一個正方形對不對 東西擺在正中央 然後我只剩旁邊的走道這樣子 可以這樣子繞 然後慢慢的像螞蟻一樣 慢慢的這樣整理 整理 整理 然後整理到正中間 不誇張 一個半月 我才有客廳喔 然後我就覺得 後來就發現說 好像這樣子也不太對 因為往常都是租房子嘛 那舅媽說你的錢 你每一個月你找的房租 不管今天是一萬兩萬 還是三萬 那個都出去了耶 但是你只要是自己的房貸 你一萬兩萬三萬 都是你每個月存下來的錢 但我以前真的聽不懂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誤信這麼差 然後長大之後真的才懂 然後我買的第一間 老實說我真的覺得很棒 是因為我買在南港 然後那個時候捷運還沒有通 價位買得很好 對 然後那時候就有說 他們說你這附近 未來是什麼三鐵共構 我還說 你聽不懂是什麼意思 我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火車站 南港火車站 然後高鐵 然後捷運 都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我住的地方走路 我有算過 就真的是不到五分鐘 對 都沒聽過 就這樣買了 因為舅媽 舅媽 舅媽就說你這個 你一定要買 他說你這不買的話 你就是太可惜了 然後後來就買了 多少 老實說我有點不記得了 我就是因為不記得 才是這種 這麼大忌耶 真的嗎 一品多少都不記得了 沒有 就是 就是因為我這個個性 所以才會什麼包色啊 就以前對於金錢觀念 非常非常差 要聽舅媽的話 對 要聽舅媽的話 所以你裝潢也是沒聽舅媽的話 就吃虧了 對 因為三房 然後我就是硬要年紀輕 就想說我要跟那種什麼一樣 家裡什麼客廳很大 朋友來玩 看起來很有面子什麼的 我就把其中一房打掉 我舅媽就說 你真的是很傻 你以後賣房子會不好賣 他說普遍的一般的家庭 好像還是 既然想要找你這麼大的空間的話 他們還是希望有三房 所以三房比較好利用 比較好利用 因為一般人 他們要客廳那麼大 沒有用 因為不會大家睡在客廳 對 但我那時候 就是做了一個很笨的事情 然後我一開始 其實剛開始買房子 我也沒有說什麼花大錢裝潢 所以我什麼廚房 什麼都是他原本的 那一開始我就想說 為什麼這麼不好賣 然後我舅媽就說 你廚房就是當時 原本你買來就長那樣 你要賣的時候也是長那樣 你沒有稍微整理過 你賣相不好 就會不好脫手 然後我就買個那種 你知道組合地板 拼一拼 賣掉了 我想說 包裝 原來 對 包裝 就是真的是需要包裝 你是稍微花一點點小錢 結果立刻人家就覺得說 你這個看起來是OK的 大家還是會看第一眼的印象 就那時候就順利的就賣掉了這樣 你買的第二間房子 也是蛋白區 對 我那時候是買在那個三立附近 三立附近那邊 其實掛的門牌是 他雖然是像是在 你是在五旗旁邊 那他掛的是南京東路 是 對 然後我那時候是買在那邊 然後那邊呢 就是如果大家常去那邊的話 那邊有一個大公園 然後那個公園那邊 就是公園長 有點長條形 他的最右邊是一個廟 對 然後我剛好不是買在廟的這邊 我是買在這邊 所以我的正門看 窗戶看出去 是沒有看到廟的 然後他就是一個永久洞具 而且他是離蠻遠的 然後那個公園也是算蠻寬廣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買在那個地方 就是我好像一直都沒有很想要 就是說我今天去住個東區 或是去住新一區什麼 我就一直對於南港內湖大直 就是那一個區塊 就是一直有一種 就是感情在 運路也方便 對 然後但是那個時候 就是要講到媽媽了 我媽媽那時候幫我保險 就是我每次講出來 大家都覺得我在騙人 但是我一個月 我的保險費是八萬 這麼高耶 你還這麼年輕 是強迫你廚蓄幹嘛 媽 幹嘛 真的 就是再加上房貸 那時候房貸一開始不用連本 還沒有連本代曆的時候 就是寬限期的時候 對 寬限期一年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是兩萬多吧 我印象中 所以我不吃不喝 我一個月就要十萬 然後我那時候的那段時間 就是每個月零錢了 十萬就先出去了 壓力好大 我那時候就覺得 生活都沒有任何的品質 然後導致後來 有機會把那邊賣掉的時候 我就有長達六七年吧 我就租房子 完全不忘記舅媽 然後舅媽每次要跟我講 這事情的時候 我都趕快去說 那我先去旁邊弄點吃的 或者我是就是跑走 真的是跑走 因為現在想起來是壓力太大了 那後來又 因為後來舅媽就 那時候要過世前 她就是又再提醒了我這件事情 我就趕快把那個 當時的陰影先忘掉 後來再加上 因為我的保險也繳完了 就還好繳完了 然後我就再買現在的這個房子 對 OK 租房六年之後你回到的地方是回到原點南港 對 我還是是很喜歡南港的那個區塊 然後我現在買的那邊呢 其實我的房子 人家是不是很多人會想要越住越大 可是我有點反方向 其實我現在是有點越住越小 因為只要小 我就不會再買東西了 反正你現在不包色了 對 我現在真的不包色了 我現在喜歡這個 就是還會認真想說 我會不會常常穿它 我會不會常常用它 就是真的跟年輕的時候的那個想法真的有很大的差異 然後我現在買的那裡呢 就是我要上北二高 拐個彎就上去了 我要去環東 拐個彎就上去了 而且是不用經過紅綠燈的那一種 然後我要去往那個內湖東湖方向 也是上一個那個南湖大橋嗎 也是一上去就到了 那我大概知道你住哪裡 對 因為我是有點 我待會兒如果再講很多 我覺得大家應該會知道我住哪一棟 因為我那邊就是走路直接是南港展覽館 然後我也是就是南港展覽館有工作 我真的是走路就去工作了 然後附近什麼便利商店啦 什麼大賣場啦 傳統市場啦 就是大家藥局 大家想像得到的 我那附近 我現在住的那裡的附近都有 都是走路就走得到的 所以就會變成是有點 更離不開那一區了 就是然後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好像一買一成膠的當下 那個房仲就說 他說又漲了 如果你現在是可以賣的 立刻賺五十萬 立刻 先買先賺 對 真的是先買先賺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想說 就是買下來 還是有一個不要前面六七年 就是房租全部又都給 對啊 都給房東 我就很可惜這樣 應該再更早要再聽舅媽的話一次 南港區很喜歡 因為現在其實蠻多人 也蠻喜歡這個區域的 到底現在的南港要怎麼看 在雙北的蛋白蛋黃蛋殼區 怎麼劃分 我們先這樣看好了 傳統我們這個產業 再說所謂的蛋黃區 北市大概就五個區 你現在看到這圖裡面 包括了比如說 像是中正大安信義 然後我們會加上松山跟中山 但是傳統這五個區 但這五個區 其實現在面對到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他沒有新的供給 所以你會發現到說 沒有新的供給進來 他的漲幅會比較慢一些 而且在今年漲得最多的這個區域 很意外是大同區 因為有非常多的個案都在談都根 所以一都根蓋起來的話 就是把周邊這樣子拉起來了 像剛才也提到的 這個南港的這個區域上面 他除了這個重大話題的利多之外 然後另外來說的話 因為有很多的建商 他其實蓋了蠻多的房子 所以我們每次就說 如果你這個地方要漲的話 一定要有新的案子 那有新的案子 就是新的案子價格推出來了之後 中古的屋主可能看 我這邊已經值這個價錢了 所以他們就會去做移動 那像剛剛慶有提到的 就是我們看完 因為現在很多人跑去住在新北 那我們傳統認為新北 所謂的蛋黃區 他應該就是要緊鄰在北市 比較熱鬧的地方 比如說好 像是我們講的就是永和啦 或者是說板橋啦 那或者是說像新店 比較靠近木柵的這些區域 他算是傳統的 大家認為的這種新北市的蛋黃區 可是因為這幾年 我們也知道新北市 有非常多的重劃區 所以比如說像我最近有一些朋友 他本來住在市區裡面的老房子 他就移動到新莊富都行 或者是投錢這邊 因為他自己知道在新莊 他可以買到一個大的坪數新的房子 但他在東區不大可能買到一間 一間就是他覺得住得起來還OK的房子 所以這幾年我們其實會提醒大家 就是說蛋白跟蛋黃的那個距離 可能沒有像以前這麼樣子的明顯 所以比如說像大家可能會認為說 像我們傳統認為的蛋白區 例如什麼淡水啦 然後林口啦 五谷啦 其實這幾年的房價都還蠻厲害的 所以我都會建議朋友 就是如果你想要住得舒服一點的話 你可以買蛋白區裡面的蛋黃 比如說蛋黃區 比如說好 我們這樣講 像是你如果要買淡水 那就買在淡水捷運站的附近 蛋白裡面的蛋黃 那因為你蛋白裡面的蛋黃 第一個你房子是新的 然後你價錢不會太貴 住起來舒服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你在蛋你可以享受到 這個區域裡面最好的機能 所以我有些朋友 他們可能在買林口 他們就會去買三井那邊 那如果說是買在 就是那個新莊的話 他就會買在紅燴的附近 所以這個我覺得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